在500cc级别依旧35000瓦最大功率苦苦挣扎时 21560直接43.5千瓦8500转 55牛米6500转 账面数据接近主流650cc的动力水准 实测0-90的最好成绩4.1秒 0-100最好成绩4.9秒 在600排量以下几无敌手 加速体感强于500排量的运动型街车 出力凶悍 感受上更像复古外衣的运动型街车 切换档位是21560不论是档位的吸入 还是连续降档 都给人不错的丝滑感 这份调教上的进步显著地提升了整车的行驶质感 在起步瞬间 离合器的偶合很迅速 这也导致转速掌握不好很容易就敲头 离合器质感上 21560已经是达到进口车的品质 无论从离合器的力度掌握 还是动力的传递部分 皆是上上水准 除了一档低转速偶有轻微的闯动感 仿佛车子在压制动力 其他档位出力 在各个转速区间 动力输出都很细腻 发动机运行平顺 调教非常到位 这也是赛克龙目前发动机中调效最出色的 在封闭道路中 实测表头急速为174公里每小时 GPS同步显示为172公里每小时 误差很小 在8000转之前这个转速区间内 提速迅猛 动力源源不断 随叫随到 即便跑到100的高速 依然感觉还有充沛的动力储备 在高速骑行中整车的稳定性表现优秀 没有任何发飘感 给足了高速时的安定感 后视镜会有一丝模糊 手把位以及坐垫的震感都是感受细微 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 震动意志非常优秀 8000转以前 震感很细微 没有高频的震动 和本田大帽CB500是旗鼓相当的 在8000转到红区断油这个区间内 脚踏有一定的马感 后视镜有一些模糊 但在坐垫以及手把位的震动意志依旧优秀 可以说这款发动机在目前国内 几款500到650级发动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同时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油箱设计 双腿加持感很好 腿部的风阻保护很到位 基本没有感受到较强的风压 总之这款发动机有很大的进步 不仅是动力强劲 更重要的是在运行品质 震动意志 换档停顺等方面都非常出色 相比以往 可谓是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